这是我见过的最惨的游猪 刚刚出门就被十几只野狗逮个正着 游猪半个身子露在外面 虽然能够暂时保住荔枝 但是野狗也不傻 摘不到荔枝 它们就疯狂啃咬猪头 游猪疼痛难耐 被迫出动应战 游猪天生皮操肉厚 单挑能力不差 但是对方狗多势众四面出击 游猪双拳难敌四手 就这样被十几只野狗围在中间 任由野狗拉来扯去 游猪疼痛难耐 发出阵阵哀嚎 不过野狗们并没有打算放过它 两只野狗咬住游猪的鼻子 剩下的游猪开始肆无忌惮地摘离痣 都说团结起来力量大 野狗们也不例外 它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牢牢将游猪控制在地面 逐步压缩游猪的活动空间 游猪根本无法动弹 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反击都没有 这是一场属于野狗的狂欢 游猪的嚎叫声 时而悲怯 时而凄凌 只是宣告着无助的哀嚎 它的皮肉被撕咬而破裂 鲜血瞬间染红了整个地面 随着越来越多的野狗 加入这场盛宴 也宣告游猪生命的彻底终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